女性Angela Baby先前被爆出前往巴黎 观看Lisa参与的风马秀演出 遭到中国网友踏伐 认为她是在为色情产业站台 怒批她助长物化女性的风气 随后她宣布缺席综艺节目奔跑把的录制 另一档综艺听说很好吃也将她的镜头删除 疑似因为卷入舆论风波 导致演艺事业受影响 之前有陆媒引述了自媒体的爆料称 Angela Baby正在出售位于北京的豪宅 面积约393平 售价则是5亿人民币 从网路上流出的照片中 可以看见豪宅氛围上下两层 室内装潢十分豪华 还有私人花园和泳池 对此有不少网友认为 Angela Baby是因为被封杀 导致口碑人气暴跌 因此希望透过变卖房产累积一笔财产 未来很有可能跑路到国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